我的丈夫张爱涛我是不会和她断绝关系的 因为她没有做错 我要去坚持坚守她的这些正义 但是我的家人我也就是非常担心 他们受到当局的这些牵连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平衡 怎么来平衡这个 因为当局一直在就是 就是给我们家人施加压力 我大哥就是一直被他们叫到派出所问话 然后一直到家里去问话 就在当天我被打的那一天 派出所的人就是两次到我家去 第一次是派出所的所长过去 然后我哥哥没在家 然后第二次是派出所又开了警车 又来了两个人 他们穿的都是警服 然后又到家有我 林爱杰在哪 问问问 然后我们家里人说 我们都断绝关系了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不在这 然后派出所人就走了 他们就一直在说 就是让我哥哥也说 你如果再到新疆去闹 去上访 你再在网上乱说话 乱跑的话 说二哥三哥的工作将会被检查 停止检查 然后就是还说 我 我已经就是过了哺乳期 他们随时可以把我抓起来 对 谢谢大家